如果你要加油的话再等等吧 因为台湾中油公司已经宣布了 依浮动油价机制计算 明天23号凌晨0点开始 汽油可以降0.7块 柴油是降0.8块 所以之后92会变成21.5块 95是23块 98是25块 超级柴油是19.2块 这油价可是创下了近7年的新低点